王宏威动算 王宏威动算 拉着王宏威的手大喊动算 立委补选登记之后 蒋万安首次站台王宏威 扛起辅选重担 不过他的小内阁要怎么组 似乎还在为此伤脑筋 想问说你的小内阁进度怎么样 有没有第五层以上 对不起我先签个名 被问到小内阁进度 蒋万安绝口不提 出了三顾茅庐 邀来前高雄副市长李四川 确定出任北市副市长之外 传出放弃连任的资深议员 陈永德将接长民政局长一职 都在齐齐的征询 陈永德过去曾与柯文哲 黄珊珊参序 拔妆意味浓厚 一度引发争议 不过在陈永德与蒋万安 一同出席活动时就已经澄清 我和永德议员和菲永泰委员 我们的情谊是绝对不受 任何外界传言所影响 也不会被外界见风插针 陈永德或征询 但他受访依然强调 会等蒋万安团队公布 等待适当时机再说明 不过传出蒋万安甚至对他说 这位置全台只有你适合 蒋万安用行动破除被拔装传闻 另外现任科市府的 公务局长林志峰 都发局长黄一平 地震局长张志祥 环保局长刘明龙都传出张连任 同时市府发言人则 沿览媒体记者担任 蒋万安小内阁 周五就会有第一波名单公布 蒋世福的人事布局 成为外界焦点 东西文正文报道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 是不是就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 快筛事迹 就是买不到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也有点太重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的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 这次也有点太重了